大家好,歡迎收看6月13日星期一的收視Ground 有陳議題和大家總結港股確訓 美國上個月的通脹創了40年的高位 加息壓力導致美股急跌,港股亦跟隨受壓 先看看大肆的表現 今天看到大肆市況中,恒指大幅低下643點 全日最多大跌812點,失手21000大關 關口中辭後收報21,067點,跌738點,跌3.4% 而國指收報7,340點,跌269點,跌3.5% 同時我們看到科子收報4598點,跌227點,跌4.7% 達市成交金額1594元 馬上再來關注一下藍籌股份的表現 藍籌之中,只有電能和長江基建分別升百分之1 以及百分之0.7的月全軍風沒 而重幫股份弱勢,有幫港交所回控 跌百分之2.2到百分之3.7不等 四隻恒指新貴偏遠,中心反覆的坎持平收市 而東方海外中升中國雲橋 跌百分之1.9到百分之3.6不等 科技股份明顯走弱 騰訊京東分別下跌百分之4.9以及百分之4.6 美團就跌了百分之6.5 阿里巴巴以及百度分別急跌百分之8 以及百分之7.2 Bilibili收報196.69,急跌超過一城 大間內房公司上個月的銷售都按連大跌 加上尼岸人民幣的走勢向下 內房和物館股份都弱勢 碧園員收報4.2毫7,急跌百分之8 五龍湖和華運之地分別錯百分之4.3 以及百分之2.8 玉肺合景優活,新城發展大約百分之7.1到百分之7.8 而合景泰富和玉肺永升分別急跌一城一二及一城二左右 教育股份二軍突起,尤其是新東方在直播大課成功之下 表現非常飆青 其中新東方在線連升六天 今天又創到12.5的52周身高 收報8.72,飆升四成 而新東方大升一城三 城實外急升兩成 另外我們也見到新高校思考六天立教育 升百分之4.6到百分之6.3 今天的收視角Round先到這裡 明天再見 能夠 抵起來 承托